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就可能到400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设计的概念也是跟着六系列的机构 讲回A1 讲一下A1的历史 2007年我们有个AVC A1 HD 到2020年就有AVC A110 到今代我们有真的新旗艦AVC A1 H 这个H代表什么呢?Heos 里面有个Heos 模组是玩串流的 这一代机最新就是可以支持15.4的Processing 15个频道 每个频道150W 它的重量是上一代的 2007年的A1 HD 还要重1KG 32KG 这部机当然齐齐所有的 AMOS DT6 IMAX Enhanced All 3D 360 Reality 应该是你第一次见到 我们AVM是有平衡输入的 大家如果有些高级的 Stream CD 都可以在这里出声 但你会见到 这里已经没有所有的Analog Video 全部这7个HDMI 都是8K 3个输出 有2个是8K 1个是4K 给Zone 2用的 这一堆所有的都是Pre-Out Subwoofer 另外放开了 而喇叭插 全部都是最高级的Denon喇叭插 你会数到 这里总共有17组 它一次过可以出到946 但是它是可以给你玩8个天空喇叭 你可以安装8个 好像Banley一样 两个Top Middle 当你播放Aural 3D的时候 Swap 停了它 变成Top Surround The Voice of God 还有加上Center Height 所以它给你这么多接线 好了 大家都很希望知道 这部新机出了之后 和旧机有什么分别 你看到蓝色的就是分别 这部机子13C 13C 这个15C 玩多两个C 但这个可以玩4个数法 这个是一个高级的DSP芯片 去处理更强大的功能 解密器改了用ESS 9018 输出 有17组 有4组的XLR 或者SOVA BINDING PRO 17个 这个喇叭插就是A1 新的款 还有它有新的菜单 新的菜单就很英俊 108 好了 这颗我就是刚才所说的Gryphon Light XP 超强的一个 已经是小电脑 因为这颗的芯片 还可以支持Direct 我们这部机子玩到9.4.6 这个天空六只喇叭 你可以玩Front Height Rear Height 加Top Middle 整个空间都弹豁了 这四个平衡输出 没有本法可以博平衡 那你就用上高的RCA 但我家里有一个后级 有平衡输 你可以把它改 Assign 变成Front 可以做中心 即是说 这四个当中有三个 你可以变成左右和中置 那就更加高级的设计 这部机子32公斤重 重在哪里呢 只是那几只脚都1.2公斤重 这几只脚就是A110用的几只脚 下面的钢板 它是机座的三份钢板 加上是4mm 大火牛下面也有一块铜板 是吸震的 其实它的概念是以Hifi的概念去做 另外在功率管 下面和散热片中间 850年都有这样的铜片 不过是2mm 现在这个是4mm 4mm 当然它因为铜片的散热能力好 功率管 它工作的时候 温度保持得好 平均 另外这个跟A110一样 所有的PCB 即电脑板 都是用双倍的道童去做的电脑 讯号之间的传递 就更加畅顺 厚了 电脑低了 热量也减低了 热量也减低了 热量也减少了 所以质数会提高 其实这里是A110没有的 A110和850都是行两层底板 A1H就是行四层 四层板有什么好处呢 所有电脑都是独立拿电 不会被其他干扰 电容 1.0的电容 22000mL一粒 总共44000mL A1就是33000mL一粒 总共66000mL 而电容容量 又多了50% 或者火牛 A1H是11.5公斤 差不多等于3800mL的重量 这部手机 它本身转的线是133 A10或者850是111 竞心粗了之后 电流量更大 还可以提供更好的信变 当然手机是由我们的 日本工程师 Sound Master Yama Echisa 将它心目中的声音 通过Kom机 带给大家 好 我们说教完一轮 就做demo 现在的喇叭 我们是全线的700X Sound系列 前面的702 HTM 71 705 703 后面的704 前面这里围着圈 全部都有计算 过了67年 因为大家熟悉 而且效果真是最好的 经常听 它是一部近期难的游戏 会不会有些惊喜给大家呢 今天就给大家体验一下 好 好 好 之后下一段片段 也是我上次300X开始已经试了 亦是William Sir非常推介的 就是《猪鹅机世界》DTX DTX 但这部电影不好看 但DTX的效果真的很好 可以听听整个空间感 和气氛在这部机身上是如何 3D感很好 我会说这部机器其中一件事 很多东西都很松荣 很淡定 很多东西都好像 我可以分析力很高地做完所有效果给你听 是很突出的 如果说分析力 刚刚那段都已经可以了 William Sir准备了一个音乐 这段音乐更加个人 因为这部机器也支援了3D 刚刚提及过它混音效果挺好 我们想透过这个测试给大家 是A、B的比较 先听了Emmos 然后再听OroVD的MX 然后比较一下 究竟出来的声音有何分别 好 刚刚第1部分就是 William Sir的一些推介片 去展示A1H的效果 之后我又选了少少片去播 第一款是一款旧的4K Deadpool 本来想选择我人生第一款4K Blu-ray 但那款买回来画质很漂亮 但没什么音效好试 所以选择了香港第一款 卖的行货4K Blu-ray 就是死事 想让大家体验一下 一款旧碟 Emmos刚刚发展 也未说用得太熟的工具 在一部最新的旗舰机 出来的SERRINE效果 会否有惊喜呢? 其实效果在这部相机上 也是一个 跟现在的新电影来比 也绝对不会有 之后我选择了Tom Cruise徒手 开飞机那段 很多高空音效和低频 都很出色 我自己觉得它飞机起飞的时候 以前听时 会觉得那些SERRINE好像很吵 或者那个SERRINE好像 取得尽了 很辛苦 但今天真的用了四个SERRINE 再加A-H的处理之后 其实是舒服的 即是飞机起飞 其实是一个很吵的声音 大家有机会 可能在机场听过 都大概知道 但它出来舒服得来 但又给大家震撼力 这也是这部相机很强的地方 下一个 我不小心地选择 又是Tom Cruise 但这里又没得不播 刚刚那几套 可能是很经典的 大家会看过 或者用来试机 在玩AVM 今天来看A-H 应该在家里设定了SERRINE 一定买到这支 大家很熟悉 用来试试 就能比较到效果 所以我们会如何 接着就是我播 其实刚刚那些 大家都很想 我们都选择这几套 即是TOP GUN的 一定要播 新的也是 但是我作为一个 喜欢玩影音的人 其实我觉得 我为何要在家里 先放一套机 为何要设定价餐 就是因为 有很多软件 我需要重复看 究竟一些旧格式的软件 在新的系统里 是否真的可以提升到的听感 这一点我很关注 所以我就选了两套教片 给大家看 第一套就是音乐的软件 Robbie Williams 在2002年 Live at the Albert 即Wire Albert Hall 即是张景显 就来做演唱会 非炒到贵的那里 声音就非常简单 DTS HD 5.1 大家可以在这里听到 upmix了 我用all video 我发觉all video效果非常好 究竟那个唐音是怎样 那个声音是怎样 Wire Albert Hall 唱歌的时候 有把声控制了 很长 刚才后面有人说 山顶不是 好吗 后面的山顶人 真的立刻欢呼 但听到很过瘾 好 另外就是 这只也跟到我的脑 蝙蝠合黑夜之神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套呢 就是因为很简单 有谁没看过 大家都看过 在不同的场面 你自己家里也看过 在别人家里也看过 在表演里也看过 我想大家不多不少 对这一幕 心中都有数 知道的声音是怎样 所以希望大家 憑着记忆来到这里 听听听今时今日 2023年天龙的旗蓝合併式 AVM 做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你玩surround最难做的就是 首先大枪大炮有动态 这里有 加上配乐 电影配乐 可以吗 可以 加上很清晰的人声 可以吗 可以 三样东西加上 各自清清楚楚摆好 不是炒一坨的 这一样就好看过 抗音机的控制力了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一段今时今日的效果是怎样 好看 效果如何 挺棒 好像新气一样 但不要忘记 这里是4K碟 但是4K碟的声效 是跟Blueway一样 但画面是不同的 因为这一套电影 IMX的版本 真的还是用菲林拍的 所以上去4K 第二出8K 我相信画面还可以再漂亮些 我们刚才听到的所有效果 都是5.1 UPMX上去 而UPMX的效果 就很取决于 究竟AVM的功能 究竟运渗得好不好 是否自然 是否有效果 是否提升了 这个就是看M的实力了 然后我们今天带 就带了些堆叠 大家不如选一只 装MX 我们也很喜欢其来你为师 普通的机器 你会听到 子弹的方位 是由高至低下 以及在不同方位 可以散落 你可以留意一下 这部机器做得好不好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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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呼吸声 都可以感受到 它很紧张的气氛 一部机器 刚刚推了这堆喇叭 上次300 我们还踏到一部后级 今天的活动 也完满结束 多谢大家的力量 谢谢 谢谢